光臨的聲音 謝謝 諸位師傅 諸位居士 今天呢 是我們 林靖騰 林靖騰 林老居士 的往生頭七 未來告別式 也在這邊 是在市裡面 懷恩堂 剛剛他把他看到懷恩堂 在停車場等了差不多 四五分鐘等他們 拿去懷恩堂早半個小時 不好意思 怎麼會這樣 那 往生佛事 大體上 他的意義呢 不是說坐好難口 不是這樣子 他本來就是有他的意思 那什麼樣的意思呢 就是佛法 就是了生托死之法 了生 就是說在你活著的時候 你要了解 這個生命的現象 生命的現象 其實就是一個元起的現象 夜感元起的現象 什麼叫夜感 夜感就是 家庭啊 事業啊 事業啊 國家啊 個人理想啊 感情啊 財富啊 反正人間 喜歡面對的跟不喜歡面對的 你預計的跟沒有預計的 這些都是業而感 業感 那麼因為業感 因為有那個業 業是什麼 業就是你過去造的因 所以說佛教想因的 就是原因在這裡 人生是什麼來的 人生就是一場 現在跟過去 所有造的業因 它嘛 業就是你做了什麼 它就有個影響力 你種瓜 將來得瓜 種豆將來得豆 如果有這個因緣 你就會得豆 得瓜 那種豆不一定得豆 種瓜也不一定得瓜 要有那個 適當支持的環境 讓它長起來 你的瓜 瓜也要有瓜藤啊 那也要有瓜棚啊 那你的瓜 長在棚上 你離地了 才不會磨傷啊 一樣道理 人生很多事情 你是 你去做 別人也做了啊 什麼我沒得結果 他得結果 那就是說 緣不一樣 所以說叫做 業感的緣起人生 那了生就是在做什麼事 什麼叫了生呢 就是了解這個業感的緣起 那因此呢 家庭是一場業感的緣起 事業是一場業感緣起 個人有什麼理想啊 有什麼事業啊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場 都是一場 業感的緣起 那業感緣起 情況是誰啊 情況是 它既然有業 那就有那個 乃至於有那個緣 它就成就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 不論你喜歡或不喜歡 它就隨著時間 業一直改變 緣一直改變 那個結果也一直改變 一個家庭 夫妻結婚了 然後先生努力打拼 新手媽媽學著帶小孩 還沒結婚前 她是 她是人家的千金 結了婚之後為母者家 突然間要帶小孩了 帶小孩慢慢的小孩長大了 這個媽媽呢 也就 也就是一個標準的 一個 那個環境那個時代 一個老手的媽媽 慢慢的她變阿嬤了 接著時間一直變動 夫妻的感情也一直在變動 可以好可以壞可以持平 變動變動完了 你的兒孫呢 就會來參加這一場 那可能你就在上面 那這一生就過去了 那再下一個 裸骨炸蟹 再另外一場 我就是另外人來 她就是隨著時間變化 你喜歡不喜歡都一樣 她就一直過去一直過去 這就是夜感緣起的人生 那這樣夜感緣起的人生 到底有什麼意義 人家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其實也不一定 生帶來但也夜來 死也帶去帶夜去 夜就我剛剛講的 你看看有人來投胎 寒的金灘池 有的來投胎 雖然寒的金灘池 但是呢 後來過得不好 但是呢 無論如何 每個人一個家庭 就幾乎注定了她 原生家庭就注定了她的性格的三分 剛才死是二分全部 慢慢的變二分之一 再來三分之一 再來四分之一 再來五分之一 但是呢 原生家庭的影響對她一定有 那原生家庭怎麼來 不是隨便有個上帝把你丟到一個原生家庭 還是夜感緣起 所以你想想看 生命從下手就是夜感緣起 一直到整個過程到最後ending結束 這一生結束還是夜感緣起 然後再奔向下一次也是夜感緣起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說這個道理呢 就是一個輪迴夜感的人生 那它有沒有意義 如果你只是想到你自己 那它的意義就小 不是沒有的 小 只不過是這樣小 那就為自己的家庭 為自己的所謂事業 臨死前也守自己的事業 大陸 它的意義就在這裡 但是這個意義 如果經過仔細推敲 你就會發現 既然是一個夜感緣起的 那其實大家都有過去的因緣 深跟淺 強跟弱 近跟遠 這樣 你比如說 我可能跟在座諸位過去是 兄弟 姐妹 父母 但過去近 現在遠 那那是過去 那是現在 現在我們是現在 那有好有壞 有進有出 但是呢還是越感緣起 我們會相見 會有因緣 我會為林老居士歸一 乃至於這個 他女兒的家人歸一 等等 這些可能就是有過去的因緣 那因緣可以增長廣大 可以變化 那都是怎麼來的 你也知道 我們跟人的關係都是 大部分因為我們自己而產生 我有什麼想法 我跟你交往 我跟你做生意 我跟你有感情 結果呢就是 每一個人都用我做基礎 那是很辛苦 雖然看起來很必要 每一個人嘛都在為自己負責 看起來很必要 但是呢因為沒有人告訴我們 過度的為自己 其實就忘記了 忘記了 過去的緣 還有 忘記了 其實所有一切眾生都是 都是一起的 忘記了這個死 那結果弄半天 就人不畏及天出地面那種感覺 就弄得 說自私嘛大家都清楚 但是又不好意思講出來 那整個人間就 就變這樣 當然的朋友之間啊 道友之間啊也有那個不自私的部分 但 基本上還是輕微的 因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因為那個經就是你 基於自我的主觀期望 所建立的那個家 那他就 他就非得要顧自己 所以整個世間呢 大部分都在顧自己 那佛陀就告訴我們說 顧自己沒有錯 可是呢放低一點 不要那麼 那麼強大 那麼眼光放遠一點 快一點 人生的看法 就不再只是我的希望 我的期望 跟我的什麼 應該多一點 緣起的條件的看法 也就是說 嗯 我現在有的 要感恩 我所沒有的 可以試著追求看看 但也沒有那麼嚴重啊 得到了也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豬羊變色 沒得到 也沒有 也沒有 天崩地裂 感情 事業 財富 還有人的關係 我想都這樣 我們有時候 我們怕我們的父母啊 生病往生啊 太早了 結果他還是往生啊 天崩地裂 那活下來呢 活下來你也沒有覺得 你能夠保持什麼 也不懂 不要講說不懂 你也想珍惜 但你又能 你又怎麼珍惜 你嫁給人家做媳婦了 你要去顧那個家 爸爸你很愛 媽媽你很愛 那又能怎樣 你嫁到另外一家去 那要不你不要嫁好了 也不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都浩蕩奔前程 這個所謂的家呢 其實是一個 不同的點 在同一個時間當中交會 接著呢 又要各奔前程 兒女父母兄弟都這樣 你注意看 不只是感情上 他要各奔前程 健康也要各奔前程 事業要各奔前程 最後生命也要各奔前程 那我們對生命 本來就蠻執著的 希望好的人永遠在一起 好姻緣的人永遠在一起 但是結果他離開了 這也是我剛剛這樣子 殯儀館這樣繞一圈 你當然不可能在殯儀館這樣 找到一個有笑容的人 但是這不是每個人每天都在面對的事嗎 那每個人準備好了沒有 我走了滿身大案 因為他還找了滿身大案 他告訴我說 懷恩堂四樓 我又沒有看到那邊是懷恩堂 沒四樓啊 我要去問他那個人 我們剛才來很慘耶 在那邊 然後問了一位李醫師 李醫師也面無表情 但他還算好膩 他完全那個動作 完全就是李醫師的動作 在那邊 他哪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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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是 OK便利店 OK便利店隔壁 然後我就正義找到了 沒有啊 沒有四樓啊 然後猛打電話 沒人接 他又在忙的時候 我在看 我繼續看這個人 自己所有的人 其實殯儀館就是人生 必要的終點啊 但我們到底有什麼心情去面對 去走過 我們好像 對於這種終點啊 我剛才看到好多好多那個 那個長相就是七頭啊 大概他老大跟人家打架 被人家幹掉了 還是他的老大的爸爸死了 那看他那個走路的樣子 就知道是七頭啦 但是年輕人啊 頭髮裡的也帥帥的那樣 他走路那個樣子就是一種 意氣風發 我在想每一個人 不論他身份是什麼 他都有權利 意氣風發 但是如果今天他去祭拜的是 他的什麼親人 或他所愛的人 他還能這樣走法嗎 我就一直 在觀察人啊 我就一直很感慨 佛陀就告訴我們 要為自己 終究要面對的事情 做準備 這個不是怕死 這是負責任 每個人都要死 我們不需要去怕 但我們必須負責 你看看喔 如果你有兒孫啊 要去美國留學啊 英國法國留學 哪怕他去遊學啦 不要留學 留學好久 遊學啦 你是不是要幫他準備行李 幫他問好住哪裡 幫他打點什麼 然後要他帶什麼藥啊 什麼 最後要告訴他 到了那邊要告訴我 然後甚至於你已經幫他找好地方 不過就是去遊學 我們都要準備那麼多 但是呢 你的爸爸 你的媽媽 或者你自己 或者你的親人 他要往生 你知道他要去哪 你知道你要為他準備什麼 你知道他到了目的地 他能夠跟你聯繫嗎 嗯 你覺得可以嗎 沒有啊 都不可以啊 但有沒有人為他準備 你的兒女去遊學半年 你就可以準備所有 但你的親人 父母 哪怕是什麼人 或者你自己 有沒有人去買一張飛機票說 不知道目的地的飛機票 你會去買嗎 免費你會去用嗎 但是往生不就這樣嗎 我們到底知道 我們這場飛機 這場往生的機票 我們不買他自己給我 他自己寄來 寄現實掛號寄來 在哪裡 醫院的家務病房 就是專門在搜那種 不知道目的地的飛機票 限期機票 然後呢 你已經搜到之後說 搭飛機的時間大概不遠 但我問你要搭到哪裡 沒人在意耶 我們只是恐懼要去搭機 但我們完全不去準備說 搭那台飛機要飛哪裡 那我要準備什麼 好歹準備藥物 我要問一下那裡的溫度怎樣 沒有 而且好奇怪喔 你要預先討論的話 人家還說你叫消極 叫做怕死 叫做什麼信宗教太明 如果你去討論這個事的時候 特別在華人社會 人家這樣講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其實佛教時叫人家醒過來 說其實你在做一件很 對自己很傷害 有時候有點荒唐的事 你終究要去搭另一台飛機 但你根本不知道 你該怎麼搭 準備什麼搭到哪裡 什麼時候要上飛機 去的地方是你要怎麼安頓 好像你都不準備 就在你 你一直傻傻的 那還沒跟我 我說過了 你的兒女要遊學 你搞不好在三個月前 你就替她準備了 而且還等著 我兒子去哪裡 不知道怎麼辦 你都已經這樣 那但是對自己的事情 好像沒有什麼準備 所以這不要再說太多 我的意思是說 這就是了生的部分 生必定走向死 我們在為我們的親人 走向告別的事 什麼叫做功德 也就是說 她我的父親 我們的什麼人 或許就像師父剛剛說的這樣 並不是那麼清楚準備好什麼 但我們可以事後怎麼樣 我們可以事後寄包裹給她 我們可以事後為她準備一些 一些她基本上可以收得到的 這個旅程當中可能用得到的盘缠 這就是所謂的功德 功德是什麼來 功德不是買賣來 不是說我真的送我兩天來 它是這樣子的 它是基於一種對生命的理解 跟謙卑跟誠服 誠服什麼意思啊 我不在傲慢 我不在追尋那個最終就是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那些 那些表面的東西 我應該誠服於 生命的這種強大的業感 布袋系 王俊雄布袋系很有哲理 他說如果炎王要人三根死 不可留人過五根 要你什麼時候死 不會留你過頭 你要對這件事情謙卑 誠服於這件無常的事實 要誠服 要謙卑的事道說是 那你不行 這個時候我們因為懂這道理 所以我們願意怎麼樣 我們願意讓我們自己在誦經的時候 也一方面了解 關於死亡生老病死的所有解決方案 比如說我剛剛誦彌陀經 他的解決方案就是說 你臨終的時候啊 如果呢有一尊佛你要記得他 他專門在接人家去遊學 他開了一間 什麼呢生命 生命這個教育 教育 教育補習班好了 教育學校 不叫補習班那是學校 那學校叫做極樂世界 那麼呢他當校長 如果你們已經到了要 要去有生命中的遊學的人來講 記得啊 稱校長的名 想著要來這個學校讀書 這叫做稱佛名 意念往生极樂 這樣 這樣的話你之前沒有準備也沒關係啦 很多人都沒有準備 我奧彌陀佛也知道啦 也不能夠責備你們 但現在開始準備 念奧彌陀佛的校長名稱 然後說我要到極樂世界去 你怎麼樣啊 我不是貪生怕死啊 我說他 訓練生命的內涵 你想想看喔 訓練生命內涵 如果你有什麼理由你不要 好吧 你說你要競選總統 然後呢為國為民 那你再想一下 為國為民最終又是什麼 你的老百姓不會死嗎 也是會死啊 然後要死的時候 他面對的問題 已經不是柴米油鹽醬醋茶 也不是你現在這個總統想要為他搞的 總統大部分在搞兩岸關係 搞國際關係 這個關係搞好了 主要影響是什麼呢 台灣人走出去有風 不然就是怎麼樣 不然就是賺錢賺得有 因為招商不錯 一幾個說有 那個川普說 不准到中國投資 要的話去台灣 那不然說錢說價錢 他的心理人 聽聽就好了 這樣有賺錢 這叫做國際關係搞好 能賺錢 然後呢 你看看哪一個往生者 他家真的是沒錢 沒錢找政府 也可以幫他買 所以往生的好不好 跟你有沒有錢的關係 旁邊就是那個 中國醫藥學院 你去看看那個VIP室 我聽說這也叫VIP室 這個也是 誰告訴我 VIP室就是很有錢的 很有錢不保證他死得很漂亮 所以你說嘛 總統很偉大用心很良善 但是老百姓最終獲得的 可能就是生大病的時候 進VIP室 然後插館插很多次 生命在往生的 這種殘酷的事實當中 沒有人會去求總統 做個人情 沒辦法 對吧 所以哪怕是為國為民 你那個為國為民 最終為出來的結果 不過就是一個過程看起來 有好一點差一點 這樣 生命最終的那個死亡的面對 哪怕人間的什麼英雄 大政治家 能夠基本為 單一個老百姓完成的事情 是很有限 死的自己去死 破壁的自己去破壁自己去 所以我在想 佛陀的出世 不是因為他 他來搶人間的什麼工作 不是 是因為人間缺乏了這個 面對生死解脫的智慧 所以他來出世 不是說世間有個總統 有科學家 有個哲學家 有個什麼宗教家 他能解決 所以佛教超越一切這些宗教 哲學啦 政治啦 他要帶領我們的是 看清這個緣起 然後呢 臨終的時候 真的沒注意 沒解決 還有個辦法 就是事後補救 不要講補救 事後加強 我們的送金就是事後加強 怎麼加強 事前怎麼做 事前當然你現在就可以做了 你比如說現在開始 歸於學佛 聽經文法 你的工作 照做事情 照完 下午茶照樣去喝 但是多一件事 聽經文法 改變 調整一下你的生活 生命的投資量 多一點 用一點時間 挪來 學佛思考 生死的問題 這叫做 預先準備 但有時候我們沒機會 為我們爸爸媽媽 為我們親人做這個準備 那就是事後加強 這就是做功德 做功德最直接的辦法 就是我剛講的 到帶領我們的 往生的親人 父母師長 或者夫妻 先王者 我們告訴他 到歐彌陀佛 稱校長歐彌陀佛的名 發願到歐彌陀佛的學校去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變成有目標了啊 坐那台飛機就變成有目標了 那就他帶我們 他帶我們去那裡 去那裡有什麼好處呢 去那裡不會茫茫然 不會遇到精靈鬼怪 不會遇到冤親在主 去到那裡就聽經文法 修養心靈 能夠改變我們生命 我剛講的夜感啊 改變我們生命的整個夜感 然後呢 然後產生一個強大的生命的正能量 光輝 然後再去投胎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這叫做回路說婆 廣度有情 生命的意義就顯得 不再只是為自己 就開始為大眾 地球上面偉大的政治家 是為人類 那偉大的宗教家 或者從極樂世界 學好了再來的人 那就不只是為人類 是為一切眾生 他的力量 怨心 經驗 決心 業感 所所有有 都貢獻給 曾經跟我們有緣的 乃至一隻黃金獵犬 乃至一隻鴨子 一隻狗 一隻豬都跟我們 有緣的一切眾生 他通通要渡 你想看喔 一個想要做好事的人 仔細想一想 如果你擁有那個力量 或者那樣子的 生命的機會 你會不會覺得生命 比較有價值一點 或者說比較 比較 活得比較有 有目標一些 或者更加的有 有那種 不是只為自己 的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種感受 是因為這樣 是因為我們曾經苦過 痛苦無奈 這些痛苦無奈過呢 我們曾經求助無門 我們曾經得不到任何慰藉 或者看起來朋友 師長 兄弟 好多 但他永遠就無法慰藉 我們那個失去的內心的痛苦 是無法表述 也無法被人分擔 那樣子整個在生命當中 產生極端的不耐 難堪 不知道怎麼辦 無力 可以說是弱到極點 一個生命有厚度的人 他經歷過這樣子之後 他對他自己的生命 就謙卑起來了 他開始對待別人的努力 產生尊敬 上次總統 下次對岸的政治人物 他們都在努力他們的生命 我們開始突然間 產生一種強大的 自他患的悲悯性 是因為我們苦過 苦是人生重要的 生命轉折的老師 我們在這個苦當中 之所以名之為苦 是因為他無法被取代 無法被慰藉 無法被安慰 也無法被停止 他就這樣子撲面而來 然後呢 這麼深沉強大到 溶罩我們全身 我們幾乎要窒息而死 但是又死不去 然後也為了我們周邊的一切 我們所愛的人 我們想愛他幾乎也沒能力 那種極大極大的無助感之後 會泯然的升起一種 如果未來我有能力的話 我希望別人不要再經歷 像我這樣子痛苦 這也就是為什麼 到了極樂世界 回到娑婆來的時候 你會變成是一個極為正能量 不只是幫助你的親人 你的好朋友 你的認識的人 你也願意去幫助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你從來不認識的乃是一個人或一隻狗 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是什麼呢 生命同此心生命同此理 哪怕一隻狗他也害怕四句他是所愛 你已經漸漸懂這個道理 那種明包物女 那種推擠吉人的極端性 擴張到整個 整個所有的生命體當中 這叫做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當這樣的時候你就會理解到 我們為父親為老父親老居士 他求生極樂 讓他將來有那個力量再回來 那種力量能夠幫助的 不再只是人 甚至於不再只是人 而是幫助一切眾生 那種光濁濁的生命感 將會在你 曾經痛苦的當下 感受到他的價值 不然他不容易 有人跟我講到極樂世界出了 極樂世界之後 也沒有舞廳可以去 沒有酒可以喝 沒有電視電玩可以玩 也沒有下午茶可以喝 到極樂世界有什麼樂趣 極樂世界一定有樂趣 但是他的樂趣不是你想像那種苦中作樂的樂 是一種能夠將生命的力量全部釋放 能夠愛你所愛而毫無缺憾 能夠拔除一切眾生的苦而毫無無難 叫最終所謂 大能大力的 大慈大悲的 大雄大力之佛 你就是最終能夠利益眾生成就佛道 我們的靜孝 講到人間來說 靜孝其實也是讓自己的父母 能夠將來能這樣 一點都不遠 但他就做什麼事 這就是學佛 所以我們學佛 老人家往生了 居士往生了 或者未來你的什麼人也往生了 我們事後的加強都在加強這個 當然我們不要老是談事後 我建議諸位事前就可以為自己 為自己的家人做準備 也就是所謂的 歸依學佛聽經文法 最後一定的時間 拨來做為修行 什麼叫修行 就是我剛剛講的 把到極樂世界轉化身心的這個工作 提早在你今生開始做 讓你熟悉了 那麼將來擁有生命的大力量 利益自己 利益你所愛的人 利益一切你不認識的人 因為你我曾經在生命的苦難當中 無助苦 我們記得那一刹那 所以我們願意把一切眾生 皆得以苦 這就是推起基因 這就是明知為人 他有這樣子的能力去觀察世界 好這就是功德 人人講的做功德是這樣的一節 這樣子的發心 也這樣子的來告訴我們往生的老居士 說我誦經 我如是發心 我如是理解這個道理 我願意試著去做這樣的道理 這就叫功德 所以功德不從外來 從以內心為的 好來我們拿課頌本